知名法式餐厅法乐奇被踢爆汤品使用调味粉之后呢 又被台中市卫生局发现使用了过期香料 台北天母店则是有食材没有加盖等部分卫生缺失 造成了顾客信心大失 今天上午营运长亲自出面 发誓再也不用调味汤粉 也从现在开始一个月之内 只要顾客点套餐 汤品就多送一份 只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信心 本人宣布 法乐奇不再使用 这些东西 大手一挥 法乐奇营运长成年主厨的张正明 宣布再也不碰调味汤粉 我这是牛大骨 这是饺子的牛 这是做牛青汤的 这是做牛高汤的 然后这个是做海鲜桥辣汤用的 这个料材料备这样子 所以这样大概总要煮多久 要转变到牛青汤的话要10个小时 其他面前所有食材都是用熬汤 可以拿出近30年前的食谱手稿 发誓不再偷吃步用调味粉 只是熬汤时间顶多两倍 营运长解释当时考量原因 是因为是在百货控制时间的狭隘 时间的短短那个空间的狭隘的关系 所以呢我当时在三年前 我进入四年前 但是我在三年前才开始使用 不过除了调味粉熬汤 又被卫生局查出用过期大蒜香料 书房卫生也有缺失 餐厅名誉大损 决定今日起一个月内 点套餐就多送一份汤品 价格从89到200元 但和豆哲上千元的套餐比起来 真的有弥补到消费者吗 我觉得像过去我去消费大概一两千块 可是只有一两百块或者是几十块的补偿 我觉得这样子太不好 就是如果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我不会再去 民众认为弥补措施词不够诚意 看来对餐厅的信心力端时间内很难回复 记者夏丁城路易台北长报道